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独家出品 541集 听到这个声音 众人不禁寻声望去 这说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汤尹 不过此时的汤尹 不再是之前的症状打扮 而是换上了一身 资质的睡衣 由于睡衣材质千宝 越发能够凸显出 她那性感的身材 而且看她的面相 应当是刚刚经历过 男女之时的 只见她高昂着头颅 缓缓地 向着张凡几人的方向 走过来 看向张凡几人的眼神里面 带着一丝轻蔑的味道 你们三个 倒是挺有钱的嘛 就入住这样的地方 不过人呢 千万不要享受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东西 那样会很辛苦 而且打肿脸充胖子 这种行为 也是让人非常鄙视的 行婉卿是个好姑娘 但绝对不是一个 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这话当时便让行婉卿怒了 她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们的事情还用不着你管 我们愿意住哪住哪 听到行婉卿反驳的话 唐颖的毛子微微一亮 带着强烈的比喻目光 打亮着面前的行婉卿 你一个山沟里出来的穷丫头 倒是挺横嘛 我横不横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是没关系 但我就是看不起你这种 打肿脸充胖子的人 另外 你想靠着这个开汉兰达的小子 包养你 供你住这个酒店吗 做梦去吧 你 行婉卿指向唐颖 被唐颖气得是一时间 都说不出什么话来 我什么我 我说的是事实 就在唐颖认为自己 已经可以战胜行婉卿的时候 张凡淡淡地说道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 到时候可别追悔莫及 听到张凡这话 唐颖吱笑了一声 看那样子 仿佛是听到了一个笑话一样 怎么 你是想为行婉卿这山沟子里 出来的丫头出头吗 没错 我就是想为她出头 见张凡公然和她叫板 唐颖的心中 不由地生起了一丝愤怒 看向张凡的目光里 也有着一抹寒光闪过 今天我倒是看看 你小子怎么喂的猪头 你信不信 我让你灰溜溜地 滚出这个酒店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了 张凡嘴角微微上扬 非常淡定地接了一句 好 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的厉害 下一刻 便见唐颖的目光 投向了一名 和她穿着情侣花色睡衣 从远处走过来 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男子 那男子竖着分头 脸上还带着一抹菊傲 广哥 你来了 唐颖快步走向分头男子 与此同时 更是发出了一个 嗲嗲的声音 到了分头男子身前 一把把她给抱住了 感受着唐颖身上传出的温度 分头男子 故意把唐颖搂挤了几分 宠溺地说道 我的小宝贝 这么一会儿没见我 就想我了 只见 唐颖故意撒娇似的 撇了撇嘴 脸上浮显出了一抹不悦 广哥 有人欺负人家 听到这话 分头男子眉头一皱 扫看了一眼面前的众人 严厉地说道 是谁欺负我们家小宝贝了 你告诉我 是谁欺负你了 今天我要让他 付出惨痛的代价 广哥 就是他 唐颖别过头去 怒指向张凡 分头男子 也是瞬间 把目光投降了张凡 眼神里面 带着不善的味道 他打亮了一眼张凡 趾高启阳地 朝张凡的方向走了过来 满脸都是严肃 就是你 欺负了我们家小宝贝 张凡文言淡笑了一声 反问道 小宝贝呢 你不嫌丢人呢 听到张凡 这带着强烈挑衅的话 分头男子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看向张凡怒声道 小子 我劝你给我低调点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马上向我道歉 要不然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对我不客气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个对我不客气法 看到张凡这副带人的模样 分头男子的眼神里 浮现出了一抹狠辣 从旁边拿起了一把椅子 坐视 不要朝张凡的方向狠狠杂举 但 这椅子刚刚被分头男子举过头顶 坐在张凡旁边 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言 宛若一只猎豹一般 骤然窜了出来 一掌 便重重拍向了分头男子的肩膀 碰的一声闷响 骤然从分头男子肩头传出 他的身体 也是轻刻间被炮飞 先是砸在了餐桌上 而后 重重的便摔倒在地上 这边传出这么大动静 拎了餐厅里面吃饭的众人 都是把目光偷了过来 而那唐颖 也是快步朝分头男子方向跑去 他一把抱住了 摔倒在地 面颊潮红的分头男子 满脸都是关切 广哥 你没事吧 感受着周深传出的剧痛 分头男子面了痛苦 艰难地活动了一下后背 微微地摆了摆手 没 没事 随后 便见他抬起眼皮来 狠狠瞪了眼方眼 和淡定坐在原本位置的张凡 你们 你们给我等着 坐在张凡身旁的新婉青 轻轻碰了一下张凡的胳膊 有些担忧地说道 用凡 新婉青的两个朋友 也是把担忧的目光 投向了张凡 没事的 不用担心 张凡微微地摆了摆手 那分头男子 只向旁边的服务员大声道 马上 去把你们的酒店副总经理找过来 告诉他 王广在餐厅里面被人打了 让他带人过来给我报仇 分头男子的话 让那服务员微微一震 而后 满脸堆笑地 看向了旁边的张凡 你笑什么笑呢 没听到我说话吗 快点按照我说的做 要不然 别怪我让你滚蛋 听到分头男子出言威胁 服务员依旧是无动于衷 他淡淡地回应道 我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